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今天的台股大盘 最高又比昨天再电高了一些些 最高我来到19453点了 个股的部分强弱不一 这时候投资节奏就很重要了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才事前预告 让大家要跟上来的超派标股 打电话进来参与的听众们 恭喜你跟着郑老师的脚步 一路赚到今天亮灯锁掌停 哪一只股票这么派呢 等会节目交给郑老师来分享 想要把握今年赚钱的机会吗 那就赶快跟好跟进我身边这位功力超派的分析师 时间交给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台股今天很厉害的又创了19453的新田甲 那盘中最多涨148点 目前我们录音的时间12点17分 或许收盘之前搞不好还有机会更高 所以这两天是连续就涨了400多点 这个是感进度啊 好强哦 真的是感进度 对一瞬间 对那感进度的主要的推手 当然来自于护国神山台积电 昨天涨35块之类吧 那目前又涨了12块 对 两天涨了快50呢 那台电一点贡献 一块钱贡献8点多嘛 8.2还8.3 所以台电光这两天就涨了400点啊 是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就说 好像这两天反而没什么赚钱 这就是垃圾盘的后座力 就是说当台电在涨 指数涨很快的时候 常常反而一些中小型股票 趁机出现一些卖压 是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你也不可能说 NVIDIA又创历史新高嘛 昨天美股涨的就还是那些 是 那以NVIDIA来说 昨天是收盘涨3.6% 收852的历史新高 AMD小涨1.34% 收205的历史新高 是 然后台电收3.26%ADR了 涨 收盘是138美元的新高 是 美超为最夸张 收盘又涨了18.65% 哇 全部都在创新高 收盘价是1074美元 嗯 这也是一个历史新高 而且盘中更夸张 最高涨到1155块 哇 上一次的高点才1077 那这一次涨到1155块 那根本是火箭的速度了 这个核子到外太空 就飞到火星去了 嗯 所以 所以因为就是说 美国这些AI股 真的太过的强势 嗯 然后以NVIDIA AMD来说 都是台电的客户嘛 是 那他长 他们两个长得那么凶 不就等于市场 高度认同这两家公司 后面的业绩 会持续的一飞冲天嘛 嗯 那主要代工厂 全部都是台积电 所以台电跟那场 是很合理嘛 嗯 所以台电早上 晚涨都是要涨的 嗯 那他一涨上来 就把指数 整个拉高上来 到19400多点嘛 那所以 这是没有办法 避免的事情 嗯 所以台电涨的时候呢 其他的股票 稍微浪倒一下 让大哥先走一下 先行开路 开路一下 我认为大家就稍微 忍耐个一两天 是 那他不会一直涨 一直涨 涨不停嘛 嗯 所以当他比如说 把指数拉到19500点好了 或者600点好了 嗯 那到时候 他一定会有休息的时候 那到时候中小辛苦 他又会轮返上阵 是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嗯 而且我记得 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才在跟大家聊说 1818619 什么199 那个一定都会过了 轻松过关 我就跟大家说 我们明年就相约2万点 现在我想 大家也没有什么好怀疑 2万点会来 嗯 因为 今天都已经快到19500了嘛 对 你这个大哥 再涨个几天的话 2万点一下就到了 嗯 更何况其他股票也会涨 是 所以我相信 今年不会是只有2万点的格局 嗯 只要联准会真的又降息的话 对 下半年什么2万1 2万2 2万3 2万4 其实我认为都有机会了 但是到时候我们再来 再做一个指数的 空间的一个调整的预估了 是 那重点还是不是在指数 重点还是在什么选股 才是重点 嗯 那以美股来说的话 今年大概最大惊奇 其实还不是NVIDIA 是美超为 是 过去年好像涨了1000% 嗯 这是10倍的意思 嗯 那最近是加速的 加速的往上 嗯 那所以 这就是告诉我们 就说市场 对于 GPU的供货 持续上升之后 就是因为 源头在于台积电的 先进封装的 产能有增加 嗯 所以对于 这个NVIDIA的GPU的 供应量就整个拉上来 嗯 那拉上来之后呢 AI伺服器是不是 它就不会 那么缺所谓的GPU的晶片 嗯 所以它的伺服器的出货量 从今年大概就陆续 就会一路拉上去 就代表就是说市场 充分看好 就是说 AI伺服器的出货的 成长的力道 嗯 非常的好 是 所以才会反映在 美超为的股价之上 嗯 那当然 难道全球只有美超为一家 会出AI伺服器吗 当然不是嘛 嗯 大部分的还是在台湾嘛 嗯 所以台系的比如说 呃 广达 技嘉啊 伪创啊 伪影啊 其实今天股价很明显的 它就又上来了 嗯 但是因为他们的筹码一直都比较乱 所以你就说 它好像长起来就没有像美超为那么标 我想这个是有时候是筹码因素 嗯 而且就是说美超为它是以伺服器为主嘛 嗯 那你说广达啊 呃 伪创啊 或者是呃 华硕这一些 他们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所以伺服器对于这个营收比重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高 哦 所以你看营收年增率表现其实都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影响就是台湾的这些AI伺服器的相关厂商 嗯 它的股价表现没有像美超为那么强的呃主因啊 是 那你去看就是说有几档比如说以微影来说的话 嗯 那他就是单纯做伺服器的商商 嗯 所以这一波在股价在往上谈的过程 你看今天股价来到2570元 嗯 这就是个历史新高啊 是 所以比重高的受惠AI伺服器拉升 反映在营收的月增年增的这个表现上很明显嘛 嗯 所以股价就非常强势 是 然后AI伺服器的比重也占到大概超过三四成以上的技嘉部分 嗯 那前一波最高就涨到394块半 对 那昨天高点其实也来到379 嗯 因为他比重高 嗯 而且营收的年增率很明显的 是高达105% 嗯 所以这股价就会强 嗯 那呃 再来还有我上个礼拜其实我是不是有预告说我们要买AI的新的标点 有而且你说超派标股都准备好了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就是看到说AI的那个那个就是美股他已经又先拉上去了 对 所以台湾就是就像我说是怎么涨就是AI的IP的IC设计的 嗯 那尤其是因为他AI的成长的动能他会一路贯穿到比如说IP股也受惠 嗯 IC设计也受惠 是 因为AI不止AI伺服器嘛 还有边缘AI AIPC NI 呃AI的NB AI的手机 AI pin AI眼镜等等 嗯 所以这所有的族群的上涨动能其实都来自于AI 是 然后美股的这些AI股他就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嗯 所以台湾的AI股其实整理不了多久 所以我就说很快又会有新的一波 是 所以上礼拜我们就预告说要买新的AI的标股 对哪一支标股啊老师 那今天很厉害的锁掌停 是3515的滑擎 就是3515的滑擎 哇今天亮灯锁掌停在307块哦 又创了新的天价 对那这个新的天价其实就代表他上面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了 嗯 就像我说的又进入外太空了 是 那人家美超围已经标到冥王心去了 嗯 我们这个才从月亮刚要起飞而已 要开始往外太空开始标 嗯 那以呃美超围是AI伺服器的受惠厂嘛 所以他是美股美国的第一腰股嘛 嗯 那台湾我认为这一次嗯 最有机会复制贴上的应该就是滑擎 哦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其实滑擎以前就是以主机板为主嗯 或者显示卡之前他比较多的产品是AMD的产品 是 但这一次呢因为呃NVIDIA它是领先的推出GPU的AI的GPU的产品嘛 嗯 那其实呃MD后面也有但是毕竟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出嘛 是 所以大家都抢劲要做NVIDIA的一个伺服器 哦 那呃据我的了解就是说滑擎的NVIDIA的伺服器大概三月份就这个月嗯 也正式要开始出货 哦 那大家知道说滑擎的背景是什么 他其实他母公司叫华硕嗯 那华硕跟滑擎经营所谓的呃主机板或者是说会读卡的呃 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很久了算是全球数一数二大的呃板卡的厂商嘛 嗯 那所以呢呃以花你不要想说这个NVIDIA今天的新闻说 他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哎呃两兆美金嘛嗯 两兆美金就折合台币已经超过六十几六十几兆了嗯 你要想说哇NVIDIA这么大嗯 其实在五六年前他都还是一个小公司而已嗯 嗯那当初呢台湾的这些像华硕啊啊或者像广达或者是啊 啊或者华硕这些公司都是他很重要的大客户 所以长期以来他在从很小的时候就跟台湾这些板卡厂商做合作嘛 就有密切的合作对他们合作关于其实都是很好那大家也知道黄仁勋其实也是台湾小孩对 大家都是华人的协同 是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就是你会知道华人就比较就是重感情重感情重人情嗯嗯嗯嗯 所以当初我们很小的时候呢都是靠这一些好客户就是扶持扶持我们然后一路的长大的是好 所以呢在大家都缺货源的过程嗯 因为华琴华硕这个集团跟这些AMD跟NVIDIA他们关系都很好嗯 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拿到比较稳定的货源 当然没有人不缺因为这是一个大缺货的时代嗯嗯但相对来说他们容易拿到更稳定的货源嗯嗯所以呢又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供货同时商业份要全新的出货NVIDIA的AI伺服器嗯嗯那他就类似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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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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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次漲到370幾塊打下去230 40 然後又漲回來 嗯 其實那個就是說他相對位階高 籌碼也比較亂 但是以華晴來說 他是剛剛才藥出NVIDIA的AI伺服器 就跟去年第四季技嘉 那個選點很類似 所以他是一個新的題材新的動能 而且籌碼也比較比較漂亮 你這眼光超精準 你一戴完之後就所長停 所以華晴今天就長停 而且重點是他已經突破歷史的天價 那上場沒有壓力 而且你看投信過去三天是越買越多 是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在第一季的季底之前 像這樣的標的很有機會就會成為法人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作帳的新的標的 是恭喜大家都跟上來了 所以AI的部分呢 我認為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好 那只是說未接籌碼各不相同 你要買對股票 對 股價才會漲得快 這很重要 買對股票 好 那IP股的部分呢 今天表現就有比較分歧 是 比如說M31就跌停版 安國也一度跌停 對 神盾也一度大跌 但是你看創意跟四星老神在在維持小漲 然後以金利科來說股價也已經剛剛又翻紅了 所以就是說這也是一個個股的調整 我們並沒有說安國神盾大跌 然後M31跌停版 然後整個族群就掛掉 沒有 這是個股 位接各不相同 所以做各自的調整 對 那以金利科來說 我們可以期待大家三四月份都會有持續的權力經驗入账 因為它是照工程進度任列 那公司大概要表示說三月份會任 所以營收會有所支撐 三月營收應該會相當不錯 那今天剛好回檔點到月線馬上就上去 對 現在又翻紅了 尾盤我認為是很有機會像之前一樣常常拉尾盤 那現在已經翻紅了 對 那明年EPS我估計會強於這個創意 所以股價有非常大的空間 那我也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最近你看那個今天聚友科也跌了不少 是 那安國也跌不少 對啊 中小型的賣壓都蠻大的 因為這一次瑞育跟聯勇都加入了安謀的這個聯盟 那未來瑞育跟聯勇包含之前的神盾安國 他們都是新進的跨入IP股的公司 那未來這一塊因為秉太大 大家都想進來競爭就會變得比較激烈 那中小型的如果說你自己的這個體質本來就不夠強的 那又沒有太強的IP的 像聚友科這個就很明顯 他沒有自己的很有優勢的先進製程IP的話 那這個未來面臨的競爭態勢就會比較嚴峻一點 那當然不代表他就不會成長 但短線上股價來說他的調整壓力就比較大 所以即便是分散交易官出來的 暫時我也都還沒有出手做買進 我就看他先做一個反應再說 那以金益科來說的話 因為他是全球除了AMD跟Intel之外的第三家X86的IP 台灣沒有任何一家有這個IP 所以他不會受到新進的瑞育的聯用他們的競爭 那甚至未來他們甚至有可能要尋求 金益科的這個授權 所以金益科不受影響 那其他中小型的像聚友科安國智原 可能短期要面臨這個題材上的挑戰 所以這邊可能暫時就先觀望一下 那IE歲季我們持續看好的還是類比IC3件科 那以通家來說 我看今天也是撐住平盤 然後很快就翻紅小掌 然後萊杰跟聲達科都呈現一個小小的回檔修正 那疊的都不多 那以聲達科來說 今天有AI風扇的大訂單 主要客戶是DALE 那DALE前兩天就漲了兩成嘛 所以下半年它的營收會翻倍 那今年估計超過10塊錢的獲利 然後通家會有最新的淡化甲的快充IC 今年估計可以賺7到8塊 有三份營收應該都會相當不錯 那也就有AI加Wi-Fi 7的訂單 那大客戶像Broadcom 聯發哥 瑞育都是客戶 今年大概可以賺10到12塊 那主要是就是說類比IC整個景氣翻揚的 趨勢非常的明確 那所有的公司都在跟晶圓代工廠追加投片 所以看起來一個新的緊急循環已經剛剛開始了 所以這個股價可以走很久 那尤其是今年又有AI帶動一些新的需求嘛 所以本硬比都會出現全面性的評價的上調 我估計未來本硬比原本IE設計20到25倍很合理 那現在大概25到30倍是看得到的 所以再來的空間應該都會很大 所以這個股價都是創高 拉回小小這個休息個兩三天 那這個因為市場還是輪動嘛 這兩天是輪到台藝店嘛 台藝店只要稍微一休息 那資金又浪回到中小型股票的時候 只要一輪到IE設計股 我認為這三個股票隨時都會再往上衝 應該都會非常的強勢 然後AI的部分呢除了滑晴之外 大家知道說再來整個AI伺服器 應該會進入到一個出貨動能 非常強勁的一個階段 所以當然相關的零組件 它的整個營收一定會被帶動上來 所以前面先飆出去的是散熱的 像雙虹啊奇虹嘛 對然後今天你看那個機殼股 那個什麼銀邦啊秦城啊 對都有大漲 或者比較小型的像3013的這個 這個叫做成名店 這個股價也連三根漲停板 是 所以就是說AI伺服器的零組件 它已經也上來了 那CCL的部分呢 台光店今天漲的也蠻多的 那6274的台藝 那今天股價也開始又持續的墊高 對 沉沉 那台藝是上禮拜 創了一個歷史天價171 回檔到一個禮拜 那目前也在這個軍縣之上 做一個強勢的整理 是 其實這個資金一輪動前一進去 上去就很快 就換它了 對 所以就是說伺服器的 以籌碼乾淨的 滑晴是看起來最強 是 那零組件的部分 我認為其實就是一個輪動 是 散熱掌完 那機殼上來 機殼上來 台光店的這些CCL 我認為也要跟進了 那連電器相關的也都很有機會 那除了滑晴跟台藥之外 我還有鎖定兩檔AI標股 準備要買進 沒有跟上3515 滑晴的聽眾朋友聽好了 現在有兩檔 兩檔要買 一檔接一檔 永遠都要把後面的標題準備好 是 那這兩檔 一檔是8XXX 8開頭 一檔是3XXX 3開頭 那題材上非常的強 是 因為他們在今年都打入NVIDIA的供應鏈的行列 是 所以隨著NVIDIA的拉貨 大概第二季之後的出貨會一路向上 嗯 今年獲利大成長 股價就是要標 好 怎麼跟上來 想跟上的來電或者LINE留言128家電話 是 就給你最大的優惠 帶你操作到今年的年底 不能再錯過了 要跟上來的 趕快打電話進來 電話就在廣告中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國市答案 周瑞宗老師 謝謝米達拜拜 聽眾朋友 投資可以很簡單 只要你跟對老師 跟對節奏 在今年龍年 你可以輕鬆的實現財富翻倍的機會 股市答案周瑞宗 周瑞老師就是你要找的對的人 接下來不管是AI股 IC設計 或者是IP股 都會是今年的大主流 而且三月有很多大利多的股票 滿天都是金條 趕緊跟上來 讓投資變得輕鬆 不用再自己做功課 交給專業團隊 你就可以輕鬆獲利 放口袋 今天留言128 優惠一口價 操作到年底哦 股市達人鄭瑞宗老師的任務 就是讓你金龍年都要鍍金 電話撥進來 隨時隨地跟上來 02-2362-8000 把握三月輕鬆賺的機會 會長股票都在鄭老師的手上了 電話撥進來跟上來 02-2362-8000 投資方法這麼多 怎麼投資賺更多 大華國際股市達人鄭瑞宗分析師 深入產業掌握第一手資料 結合國際經濟動態 跨市場分析 待你布局投資下一步 小錢賺大錢 拨打02-2362-8000 02-2362-8000 脫胎換股就趁現在 大華國際102年 金管投顧新字第005號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達人 由大華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分析師鄭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05號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審慎評估 有不在地 順暢